随着各个州的重启 很多的民众在国殤日都有出行的计划 出行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呢 来看今天的林大卫保险智库 大家平安疫情期间 因为居家令的限制 很多人必须待在家里面 成分的快受不了了 目前许多州开始逐渐开放了国家公园跟海滩 最近就主流媒体报道 可能这一次呢 大概三分之一的美国人 决定在国上纪念日 也就是memory holiday 出外驾车旅游 而不少专门出租这个房车 所谓的recreation vehicle 这种公司目前定位都已经爆满了 一方面呢 民众在家中待太久了 小孩不上课 坐飞机旅行几乎不可能 所以有点报复性的消费旅游吧 带着全家出游 尤其目前因为疫情 住在旅馆消费又高 又有传染风险 选择驾驶房车 RV出游 非常方便 经济实惠又自由 旅游途中呢 不但可以在车上吃饭聊天 我们华人还可以包水饺 打牌 更是其热融融 到达目的地以后呢 可以找到专门 RV的营地 将房车通上水电 将房车通上水电 更是可以在房车内洗澡 看电视 甚至还可以连接网路 甚至非常方便的 在加州呢 我们知道周边的自然风光 是非常美丽的 沿海可以到一号公路上驾驶 休息时候呢 还可以选择靠海边的RV营地 可以同等享受亿万富豪 所经历的海边夜景 往加州的东南面去 可以去大峡谷 多少美国经典的电影 都是在这里取景的 驾驶RV 可以感受到美国文化的洗礼 往西北方面去 还可以去Yosemite 或者是经过Las Vegas 到Yuta 享受森林里面的气氛 是非常舒服的 对我们一个华人家庭来说 并不是常常驾驶RV出游 所以多半都不会购买RV 好在呢 现在越来越多汽车租赁公司 可以向民众提供RV的租赁服务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在租赁公司 购买RV特别的保险 不管是和车辆连体的RV 还是用Picac脱挂的RV 因为私家车的汽车保险 是不会延伸到RV上面的 如果自己购买一部RV 可以联系保险经济 大部分的汽车保险公司 都可以为RV承保的 至于如果在房车营地 招了道歉 可以使用自己家里的房屋保险来理赔 最后呢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每一周疫情期间 开放程度不一样 就像到北加州海边的话 出游前呢 一定要详细计划 查清楚这个旅游地点 是不是能对外开放 是不是能够准许这个房车业数 并且是不是他们能够提供水电等等 相信许多民众 如果在今年国上纪念日出游的话 一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了 小野可能职尤 就是这个旅游才能够 这个旅游才能够 就是在来的 我们的徒伍 就是这个旅游才能够 就是这个旅游才能够